現在就要拍喔 我頭髮會不會很亂啊 欸 你看我頭髮有沒有亂 你這瀏海要剝一下 聽說這間中式餐廳美國人特愛的 究竟不符合台灣人的胃口呢 就讓我這個過氣主播帶你來試試看看 我的最愛的菜式是 我會拿一半一半的菜式 和蘋果蔬菜和蘋果蔬菜 和蘋果蔬菜和蘋果蔬菜 很好 所以你喜歡蘋果蔬菜和蘋果蔬菜嗎 對 如果沒有訂閱我們 不要忘記訂閱更新的影片 我們從美國的網站找到了 美國人最愛的六道菜 打開的味道就是一個甜甜很濃的味道 我先試看看第一名的橘子雞 這皮真的好厚喔 然後有點辣辣的 那個糖感覺很多 所以嘴巴裡面滑滑的 第二名的Honey Walnut Shrimp 有鳳梨蝦球的感覺 它有炸到那個脆脆的 比剛剛那個好吃 現在來吃看看它的核桃 哎唷 喂啊 我喜歡欸 很脆 但是一樣 可是我後悔了 太甜了 聽說 Johnny很討厭吃他們的炒飯 我來看看究竟有多難吃 根本沒有味道啊 而且都是那個冷凍 冷凍蔬菜的味道 這一道是北京牛 好像也是甜的 我滿喜歡它的口感的脆脆的 但是我現在已經吃到第三道都是甜的東西 覺得有點膩 來試試看他們的炒麵 有高麗菜 有洋蔥 而且這感覺是 比較偏廣式的那種脆脆的 不喜歡 它那感覺很像是 泡麵沒有泡熟 然後處於一種 要軟不軟 要硬不硬的狀態 這個在美國很有名 叫做 Egg Roll 它裡面有冬粉耶 好奇特喔 Johnny你吃看看 我最喜歡蜂蜜蝦和北京牛 但是呢 因為他們每一個味道都很重 所以如果單獨配上白飯的話 應該會蠻好吃的 沒想到 就這樣 你不成功 不成功 你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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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抵辑 你不成功 你不成功